攻击 去吧去 对面跑出了一个人 我去把他抓回来 不能去 还是要是陷阱呢 去 手在这 弟兄们 你要把敌人火力押回去 和兄弟 只有大人家活着回去呢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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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跟我走 别打了 别打了 快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了 为什么呀 被抓的人是球身 这话平话都别打了 兄弟 受伤没有 没事 我们又见面了 平安 平安 你没事吧 让我看看 快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 你们没受伤就好 余大哥 我现在成废人了 这要是想当年 喂 对面的人听着 放了我颇了 放人可以 你们后退失礼 失礼是不少 差不多回山寨的距离 不行 太远了 不行就没得谈 何必安 你放了成军 不可能 你要是不撤 我现在就宰了他 何必安 你敢 你不是要跟我比吗 我现在就跟你赌一把 赌什么 十分钟 十分钟之内 我打掉这帮土匪 不可能 我要是能做到的 我把脑袋赌给你 我不要你脑袋 我要你从此以后 听我的命令 绝对服侧 我知道 能站在这儿的 都是百战精锐 你们都不服我 我现在不单跟他一个人斗 我要跟你们所有人 赌一把 只要我能在十分钟之内 打退他们 你们就要听我的命令 至少在德令上 我的一切命令 都要执行 怎么 虎奔的不敢赌吗 谁说不敢 我们虎奔的 都跟你赌了 赌了 赌了 好 好 你们车回去 走吧 快 走吧 走 别怕 我不赏你 赫兄弟 对面挺着 看我敢不敢 赫平 我告诉你 过去老子盼 现在我不盼你了 你要是敢动我婆娘一下 我保证你 瞧他 婆娘 赫平了 别老了他 别忘了 赫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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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了我杀了你 快趴下 赫平了 你什么东西你杀女人 都听着 他们子弹很快打光 枪上只要一松 打退他们立刻还击 老河 你这娘们真死 我这娘们真屁股你呀 走 我这娘们真屁股你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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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平安 我诅咒你 你会死的 你会死的 别动 把之前的东西都拿出来 杀我呀 杀我呀 你当时 杀我呀 杀我呀 杀我 杀我杀我杀我 杀我杀我 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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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别别别 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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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跪下了 张管 张管 您是不知道 我的媳妇被有钱人给怪走了 家里的聊人谁都可能能走吧 我是一点出了都没有 张管 媳妇快走了 连个女人你就看不住你 活着还有什么劲呢 我送你一张 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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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也有仇人呢 我可以为你伤刀斟下火海 我可以替你杀人 真的 来 拿着 来 拿着 你现在就杀了我 我的女人让人枪跑了 我怎么活着没意思 开枪 开枪 张管 张管 你也有仇人呢 你说是谁 我帮你杀了他 你帮我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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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张管 张管 我想杀谁 你就杀谁 对对对 你想杀谁 我就杀谁 只要你能把我这条狗命留下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身边的一条狗 你让我咬谁我就咬谁 你做不了的事 我帮你去做 好 好 别安 老弟 好样的 你小子跟人打赌打输了 怎么着啊 何长官 我读书了 从现在开始我听你的 我佩服你们 虎本是我建议的作战素质最优秀的部队 论作战能力 我只能给各位当学生 他倒是谦虚起来了啊 谦虚是胜利者的美德 跟他比 咱们都输了 论不上输赢 我们之间不是打仗 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人 是罕奸 刚才那仗 打得漂亮 我自亏不如 因为某些特殊原因 我成了你们的长官 既然成为了你们的长官 我就要对你们的生死负责 你们也要听从我的命令 这次去得理我 我们心里面都明白 这是九死一生的任务 每个人 都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我答应沈小姐要活着回去 是出于我个人的原因 我给你们道歉 陶小姐 可是你们要答应我 只要能活着 就一定要拼尽全力地活下去 我不是带你们去死的 你们都是好样的 就算死 也要死得有价值 死他个轰轰烈烈 死他个流芳百世 说得好 就是死 也要死他个流芳百世 于市长的命令 务必要准时赶到德林 我们现在 已经耽误了太多时间 必须分兵两落 所有物资 按照原路前进 剩下的人 咱们从小路上去 明白 你们正顿部队 给我 一点时间处理一下私事 阿老弟 你的事 我不过分 我信任你 我现在去德林 嫂子和孩子只能跟着你 除了带他们离开这里 没有别的办法 你怪我也没有 走吧 您放心 我会完成你的任务 替他们守住德林 我问你 刚才打你为什么不懂 余大哥 你能不能告诉我 延安是什么样子的 我从来没有去过延安 我有无数次 闭上眼睛 想想延安是什么样子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很坚固 却人人都抱有着希望 物质上呢 很贫困 但是精神上 非常不足 小猴子也是我的孩子 你带他去见解延安 我也就能看见了 唐德是回不去了 不管你的任务是什么 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这是你的责任 好 我答应过 一路平安 平安 现在什么地方能平安 就是你小子明路起的好 对了 德林附近有个游击队 那是我们的人 队长呢叫了好名 他的枪法是我亲手教的 你可以向他练文身份 如果他不相信你 你就跟他说 他的腰间有枪伤 我能帮助你的 也就这些 余大哥 就跟柳芬哥我没忘 小猴子 跟叔叔到那头玩好不好 来 我帮你拿点鱼 哥 走 这鱼是不是有点缺氧啊 你这鱼平时都喂的什么呀 和李的小虾呀 小月什么的 小猴子 你爹好啊 还是娘好 娘好 爹不好 为什么 娘总是陪着我 爹老是不回家看我 而且一回家 就亲我 用胡子扎我 还搁着我笑 我就抓他头发 打他 那要是以后爹没了 你会不会想的 你不想爹吗 爹说了 啥时候都会保护着我和我娘的 我会见不到他 叔叔 你是不是逗我呢 对 小猴子你真聪明 叔叔逗你呢 dang我 该说的 早都说完了 是时候了 首先 李华 这些年我总梦到这一天 就是在这么个地方 也是刚刚打完仗 有好多伤员 还有死人 前面就是阵地 大家都盼着你 你要去做大将军 去当英雄 我一步一步送你 我边走边哭 我还想最后看你一眼 可是怎么都看不清楚 我送你 钱 吃的 还有武器 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玉大哥和孩子在等你呢 我来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走 保重 娘来了 小猴子 咱们走吧 走 我爸爸妈妈 彤老弟 这姑娘怎么处理啊 好 压上 开板机 瞄准 就可以开箱了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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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别放这儿 见了鬼子再开箱 说好了 你也走吧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 回老家 找你师父 去哪儿都行 我没有家了 我师父他做了土匪 再说 再说他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 我 我能不能跟着你啊 何老弟啊 我听出来了 他是要跟着你啊 你跟着我干什么 跟着你安全啊 中国安全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你往西走 去重庆 云南都行 就是别跟着我 因为我身边 是最危险的地方 没错 姑娘 她说对了 你跟着她更危险 走吧 我觉得你特别像我大哥 如果再见面的话 我能不能叫你大哥呀 走吧 老贺 看见没 这姑娘看着你了 还有多远 大概还有三十里 海东升的土匪确实是乌合之中 根本没有能力阻拦中国军队的精锐 据电报上说 两小之前敌人的援军 就已经突破他们的伏击权 根据中国军队的行军速度计算 现在离德岭应该还有三十里 我们原来也没打算 他们这些土匪能够阻挡住 渔铺城的精锐 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 你能够知道他们会从哪条路上山吗 不知道 庚元军 唐德和德岭之间的地形并不复杂 你没有推断出他们的行军路线 这凭你的实质 将军阁下 本来是可以推断的 但敌人之中有不可预判的因素 那个和平安 似乎对唐德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 上次在原江边一战 他就是从我们不知道的密道渡河的 所以这次我无法判断 他是否知道有这样的小路 可以秘密潜入德岭 但我们在德岭四周的主要途径上 都部署了兵力 而且 即使有山中的密道 他们也不可能突破 巴木枭 已经进山了 巴木枭 黑暗中的恶鬼 巴木枭 团柱 这洗手德岭 咱们是会掉脑袋的 手在德岭 一样他那样的掉脑袋 还不如给弟兄们谋个活路 你要是想死 你自己回去 这日本人的厉害 你又不是没看见 那炮弹跟长眼睛似的 指哪儿打哪儿 于鹏城的援军又迟迟不到 咱们这不叫临阵脱逃 这是被迫转移 也不是弟兄们作战不勇猛 是他于鹏城在托我们的后腿 援军物资不到 我们只能转移 还是老子聪明啊 提前勘察了地形 整个德岭被日军重重围困 只有这条浅路可以走 这小日本不熟悉地形啊 要是在这儿 放上一个狙击手 咱谁都过不去 撤 弟兄们 巴木的原名叫什么 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我只记得 五年前 他一个人在山林中 就居杀了一个连的中国兵力 那天的夜色 和今天差不多啊 我当时问他是怎么做到的 巴木君也很不解 他明明能清楚地看见对方 可对方却看不见他 就好像他能在黑暗中隐身一样 其实 没有人能够隐身 只不过是他的眼睛 能够在黑暗中 看清三百米内的一切 他那以后 就再也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了 人们都管他叫 秀 是的 将军 能够在黑暗中东西一切 枪法精准的可怕 有精通山岭作战 不管和平干 从什么地方上来 一定会被巴木肖发现 只要在黑暗中 就没有人能够打败他 天亮以后 我们就发动总攻 身上缺氮药 没有援军 也没有物资 我们用不了一个小时 就能够拿下德岭 是 这一回 他们是彻底没希望 快到了 那条路很少有人知道 日本人应该不会察觉 即使发现了 也没有办法布置兵力 我们完全可以突围过去 天亮以后 日本人就要发起总工 我怕登峰那个怂大扛不住啊 别动 他还活着 还活着 兄弟 你有哪个部分呢 别怕了 没事 我们是彦军 你是等令害的部队吗 是 你怎么下来的 团座带我们下来的 说是让我们先保命 哪儿哪儿 他这逃兵啊这是 你怎么受伤的 前面 前面的小路上 有狙击手 他在黑天也能看见我们 好多的兄弟 都 都死在这儿 兄弟 你怎么受伤的 这个登峰 老子逮着他 我非毙了他不可 别骂了 人肯定已经走远了 先想想 怎么过这一关吧 怎么过 不就是一个狙击手吗 这附近肯定还有别的尸体 将人给我找出来 这回 怕是跑上硬场了 你们看 九成尸体都是一枪毙命 十个只有一杠 是受伤之后 跌落悬崖摔死的 刚才那个士兵 是因为运气好 挂在了树上 还真是硬场啊 这个人不但枪发号 而且京东山地战 大家都注意了吧 所有的枪都是从上面打下来的 说明他提前隐藏在峭壁上 敌人占领了有利地形 更可怕的是 现在是晚上 我们看不见他 他却能看见我们 这是为什么 难道日本人 能在夜晚看清楚这一切 难道日本人 这个我不太明白 可是我见过一种人 即便是天在黑 他也能看得很清楚 就凭他一个人 能把我们这么多人堵在这儿 你说得很对 我们唯一的优势 就是他只是一个人 那你经验最丰富 你说怎么办 何长官 你怎么看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用邓峰的法子 我们一起冲过去 他一个人 不可能同时杀死我们所有人 生死全靠运气 乐观估计 我们一半人能冲过去 何老弟 命闯啊 何长官 你这个办法行不通吧 是 我们死了一半人 另外一半也是送死 怎么讲 邓峰已经逃了 德领 就相当于一个空壳 只有阵地没有士兵 天一亮 日军就会发动左供 挡不住的 说句心里话 我们就是全部过去了 也是送死 德领 已经守不住了 我们还有没有支援的必要 是 既然这样 何老弟 你走吧 我走 没错 你不是虎盆的士兵 我们虎盆的士兵一枪没放 就撤退 这不是我们能干得出来的 师座的命令 是我们到达德领 我们就得到达德领 你不是虎盆的士兵 没必要跟我们一块去送死 雷大虎 你知道长官脱离战场 军阀该怎么判 老雷 总会有办法的 我一直叫你何老弟 你一直叫我雷应长 今天你改口叫老雷了 也就是说 你认我这个兄弟是不是 认了 咱们是兄弟 好 是兄弟 就一起扛过去 我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按理说 我出的主意 应该我去冒这个险 可是我这个年龄 没有成功的可能 我去 只要有办法 用烟雾带 从悬崖上爬上去 这不行 这太冒险了 何平安 你是长官 你负责指挥 我去 我去 爬山 我有自信 你负责指挥 何掌管 三个盐火弹 你只有三分钟 明白 这 过不去 老黄 这招不行 这招路都冲不过去 是啊 看来得想个新资啊 找个人 把他引出来 我来 开 师傅 你去休息吧 有事我叫你 是 还是没有消息啊 我的命令是 天亮之前 他们必须赶到德岭 可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情况不妙啊 这次我们准备的 要比长沙保卫战充分得多 天路战术既然可以守住长沙 就能守住堂堂 怕就怕这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战局风云莫测 就像天上的流云一样 实在是无法完全地预判 可这次参谋部的计划 太实了 您是说计划有问题 计划没问题 可怕就怕在太没问题了 行军的时间 粮草的供给 兵力的布牌 一切都太精准了 好像这场仗 是在计划中已经打完了 战场上风云莫测呀 就算是再优秀的战将 也无法预知 一个星期之后的战局 可这份计划呢 早在日本人进军之前的 半个月就已经确定了 包括我们在内 所有的军队 都受识于这份详细的计划 一切都太阵密了 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所有的环节就会乱掉 既然师座已经看到了 那就给委员长发电 请求授予我们 随机遇变的能力 委员长 现在在去开罗的飞机上 德领是唐德外 唯一的一个制高点 只要他丢了 唐德就是一座孤城 天路计划还怎么实施 我八千虎笨子地兵 就看和平安的了 特别的 我然后把红尔 他都想塔尔 许多岐 我们下来 现在我们下来 我下来 我们下来 我下来 我下来 等一下 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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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套 怎么八路都上来了 不管什么情况 把鬼子打走了再说 打 神经上来了 给我马克能打 别闭嘴 你 你 把手势给备 好 你哪个部份呢 八路军游击队 我是队长好名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五十七十一营营长 雷大虎 将军阁下 我认为这次的失败 并不是滕阳军指挥上的问题 也不是我们的士兵不够勇敢 那是为什么呢 一开始 敌人兵力明显不足 却突然之间又增加火力 这说明什么 要么就是敌人故意示弱 引我军突进 要么 就是敌人的援军道理 援军 不可能 所有的暗道我们都已经射上了 即使我们不知的暗道 还有八木霄呢 八木的任务是坚持到金城 可是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没有回来报道 在黑暗中 不可能有人能打败八木霄 滕阳军 别忘了 你也曾经在丛林中被打败 根据我们的情报 这次带队的 正是那个和平安 和平安 真想见证这个叫和平安的家伙 召唤奇迹的人 报告引证 一八船三连连长 老许到 老许到 你小子 怎么没跟邓锋一块儿跑啊 报告长官 我愿意报效党国 协敌共亡 绝不当逃兵 去去去去 还报效党国与阵地协亡呢 刚才跟小日边打的时候 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刚才 刚才我封了这位好长官的命令 带领弟兄们去驻二号宫事 你说什么 好长官 他是你的长官哪 不不 您是我的长官 老雷 别吓唬他了 能留下来就不容易了 管他为什么 对对对 还是这位 这位老弟说得对 枉屁 什么老弟 这是何长官 我的长官 是 何长官 跟您说实话 刚才啊 我不是不想跑 我是不敢 怕 怕上军事法庭 我们两队是出了名的胆小 好 就怕违犯军规 就都跟我一块儿留了下来 诸位听见了吗 兵怂怂一个 将怂怂一望 跟你们长官一个德行 是是是 长官教训的是 雷运长是吧 你们的人也到了 我们呢 也替你们守住了德领 算是仁之义尽了 规矩内部的事 我们就不掺和了 告辞 不送 上 郝队长 我想 单独跟你谈谈 何长官 该做的我们已经都做了 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现在德领兵力空虚 离开你们 我们守不住德领 有我们一样守不住 就这么点人 要面对日军的主力部队 用句文词 叫天方夜谭 为了抗日 我好明和兄弟们愿意牺牲 但这并不代表着 我们会做无意义的牺牲 你笑什么 你多大了 二十五 怎么了 你腰间是不是有处枪伤 你是怎么知道的 到你开枪的人 姓于 于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有没有告诉你 他有个兄弟 九年前在唐德死了 幸好 你就是贺龙的三杆枪 何平安同志 郝明同志 我没死 我向你报道 何平安同志 你见到于大哥了 他很好 很好 可是 他活不了多久了 你说什么 于大哥 于大哥这次来唐德 是执行特殊任务的 他身上有病 随时可能会死 杨凡 你和孩子上团吧 顺着和逆流而上 就可以到贵州 到了贵州就安全了 小鬼子一时换会儿 过不去的 我们走了 那你呢 我还有点事 赶紧走吧 走得越快越安全 你是不是还要回唐德 你回去可就是死路一条 你别忘了 咱们的命 那是何平安拿命换回来的 你不能回去 我明白 可是我有我的苦衷 我必须得回唐德 我知道 在你心里头 就根本没有我们你儿俩 小猴子 咱们走 快点 易叔叔 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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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易叔叔 子洋 你这是怎么了 子洋 从早上到现在 一直在给德领发电 都没有回复 枪炮声 也停了一阵子吧 明知了看不见 可还是要看 师祖 要不要派兵支援德领 如果德领已在日本人手里 派兵增援就是洋入虎口 我派就这挣扎兵 一个都没有回来 再听德领 谁干的 我问你谁干的 是团座 团座说是怕你们来了之后 用电台通知友邻部队拦截他 所以干脆毁了发暴击 这样才能 我怎么 算了 你拿他出去有什么用 你出去 谢谢长官 谢谢长官 你这邓锋我非亲手逼了他不可 现在不是追究邓锋的时候 我们就这么一点人 当务之急 是想办法如何守住德领 就剩这么几个人了 还怎么守 只能跟鬼子拼了 体肤之勇 你再说一遍 好 那我就再说一遍 德领指挥部之下有四个阵地 哪怕有一个阵地丢了 日军就可以长驹直入 一举拿下德领 靠咱们这个人 要跟日军的主力部队作战 靠拼命 五分钟 就算所有人都拼死了 德领也只能守五分钟 我说错了吗 他说得没错 就我们这几个人 肯定守不住德领 那你们说怎么办 或许还有一线射击 方老弟 你有什么办法 躲 躲 杜航天勇是个惠罢队 我们在山下搜到巴木霄的尸体 还有许多中国军人的尸体 应该是驻守德领的部队 事情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德领上的敌军 昨夜就已经潜逃了 病毒 什么事 都不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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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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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毒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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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